俗哥说电影 帮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泰国的恐怖片《鬼三经》 影片共分为三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叫《鬼发》 影片一开场 停尸房的王大白利用植物之变 把一女尸的头发给剪掉 对于女人来说 发型那是相当的重要 就算已经交了饭票 也不能拿头发开玩笑 女尸一看那能干 正所谓血可流头可断 发型不能乱 转场之后 假发店的小甜甜正在忙活 这个时候 二刀贩子龙套婶 带着女尸的头发走进了店 小甜甜的姐姐大眼妹说 你整天买这些来历不明的头发 当心惹祸伤身的 这姊妹俩 虽然是吃同一堆奶长大 但关系非常的不好 整天的恰恰 小甜甜虽然是妹妹 但却勤劳能干任劳人缘 姐姐大眼妹 仗着爹妈对自己的宠爱 整天的游手好闲 什么都不干 女尸的头发被王大白剪掉之后 心里非常的不爽 于是便化成了厉鬼 摸到了假发店 女鬼这边一发功 可怕小甜甜吓得不轻 小甜甜正在屋里 瞎学问的时候 大眼妹带着几个损友 回到店里 几个人在露台上 边喝酒边闲聊天 蒙泉哥说 我给你们讲一个 关于假发店的鬼物识 要说这哥们讲的是真不错 有铺垫有悬念 把大眼妹等人吓得是花枝乱颤 小黄毛下楼拿酒的时候 女鬼的长发 引起了她浓厚的兴趣 她把假发网头上一戴 说怎么样 全泰国的人妖也没有我骚 小甜甜说 你整天什么都不干 还静过添乱 拿店里的假发 扯什么蛋呢 接着两姐妹是 你有来全我有去招 吵得是不可开交 小黄毛去还假发的时候 屋里突然停了电了 紧接着这哥们就领了号饭 露台上那几位 听到小黄毛的惨叫 都觉得是莫名其妙 几个人来到仓库 一看她全都吓叫 然后就开始拼命的逃窜 这蒙泉哥呀 是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居然还把钥匙给拧断 蒙泉哥的女朋友 估计是脑子确定闲 居然一个人 跑到屋里去找工具 女鬼心想 这正是天堂有路 你不走 活该被我冤决上狗 蒙泉哥一看女朋友 这情况 意识到以后也用不上 于是急忙仨子撩了 女鬼一看 这孙子如此的薄情寡义 于是就让这哥们儿 咯了屁了 随后小甜甜被女鬼 关进了消毒烘干 多功能一体炉里 姐妹俩 隔窗相望都无比的惆怅 随着压力越来越大 多功能一体炉 终于发大 故事的最后 有两个连续的反转 第一个反转是 当外出旅游的爹妈 回到店里之后 大眼妹吃惊的发现 炉子里的妹妹小甜甜 捡了一条命 反倒是自己领了何饭 第二个反转呢 就是这个小甜甜 被女鬼附身的画面 第二个故事的名字 叫失心娘 影片一开场 在高薪的诱惑下 吃瓜哥接受了一份 看守尸体的工作 老护士冷淡婶说 死者是一对新人 名字叫麦克和雪莉 两人在结婚的前一周 因为意外嗝屁 你千万别忘了 每天早晚三煮箱 以防尸体变了衣 尤其是晚上不要下酒论 不然容易领何饭 吃瓜哥说 大神你再这么吓唬人 我这活就没法干 到了晚上 吃瓜哥按照规定的 风俗习惯 给麦克和雪莉做好了饭 这个时候 他突然看到一只蜥蜴 钻进了雪莉的棺材里 他打开棺材盖一看 这当下就是猛的一颤 这雪莉虽然已经领了何饭 但看上去仍然是那么的香艳 禽手鹅眉春山浅淡 面带微笑穷大吞翘 把吃瓜哥喜欢的事不要不要 为了捉住那只好色的蜥蜴 吃瓜哥打算豁出去 躺在旁边棺材里的麦克 一看那能干 急忙把棺材盖挪了个缝 把吃瓜哥吓得当时就是一蹦 回到房间之后 吃瓜哥开始到处下旋望 很快他便在录像里 发现这事有点不对劲 吃瓜哥一看自己的女神 遭受了非人的蹂躏 这心里非常气愤 于是在第二天一早 吃瓜哥便把麦克的棺材 挪到了供奉佛祖的房间 然后用线把棺材结结实实的缠了一遍 对于吃瓜哥这种变态的行为 咱先不做评判 可这人死了那么久了还不硬 是不是有点太扯淡了 到了后半夜 正在跟雪莉同床共枕的吃瓜哥 突然听到隔壁传来动作 他起床一看 发现棺材上的线也断了 麦克的尸体也不见了 这个时候 电影开始闪回麦克和雪莉的死因 原来这个雪莉有严重的自虐倾向 只要是一犯病 是见谁要是的命 对于吃瓜哥猥亵自己这件事 爆皮气的雪莉 当然是咽不下这口气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 看事我不能只看表面 越是有毒的蘑菇长得越好看 第三个故事的名字叫打卡中 影片一开场 刚刚入职的大兄妹以加班的名义 正在网上跟帅哥们瞎起义 看样子是打算掉个金龟婿 职员小白脸说 大姐啊 网络很虚幻 要不咱俩车会呆 龙套妹说他只跟帅哥开汽车 你就别瞎那么多了 小白脸和龙套妹刚来到电梯口 突然听到背后砰的一声 两人扭头一看 发现一颗人头正在上下乱窜 这二位当时就瞎瞎 急忙虚晃一招 顺着楼梯仨子撩了 大兄妹解开领口 刚准备给帅哥发张自拍照 诡异的一幕出现 把这姐妹吓得是花折万颤 原来公司这帮职员呢 上班时间不好 让我整天吓互混 于是老板大眼哥和偏分哥 和龙套妹又返回了公司 偏分哥说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龙套妹说我们的回来是个悬念 也是导演的一个很重要的铺垫 随后大眼哥在好机友 偏分哥的配合下 恶搞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哎呀这大半夜的不回家睡觉 老板带头吓唬闹 简直就是开玩笑 由于这玩笑越开越大 把直远小白脸和龙套妹 算是彻底下尿 凌晨三点 阴间的大鬼小鬼都出来放风了 并且很快就加入了 大眼哥等人的游戏之中 忙活完的大眼哥和偏分哥刚走进电梯 突然看到小白脸和龙套妹正站在电梯里 大眼哥说你们以后给我好好干 别没事静下尝单 这个时候大眼哥突然接到一电话 说小白脸和龙套妹从楼梯上摔下去全都挂了 大眼哥一听着当下就是猛的一颤 原来小白脸和龙套妹打一开始就领了一份饭 影片的最后小白脸握住了大眼哥的手 说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 梦已经醒来心不会害怕 有一个地方那是快乐老家 看完这整部影片我们还是来手糖吃压惊 长期熬夜不睡觉当心哪天交番票 珍惜生命别呼来黄泉路上吴老少